身穿白色队服的浙江绸州金租 迎战福建爆发力 一边是只输了一场的浙江 一边是一场没赢的福建 这场强弱分明的对决 打出了143比90的悬殊比分 浙江队143分 创下了本赛季CBA单场的得分新高 53分也是本赛季CBA最大的分差 两队实力悬殊 浙江队优势巨大 他们的核心无前 全场只出手了五次 得到四分 但是他贡献了十次助攻 而浙江队全队本场助攻数高达40次 这刷新了他们的队史记录 福建队以53分之差落败 也创造了队史最惨痛的实力 本场之后 他们遭遇了11连败 是队史最差开局 本赛季第一阶段 福建队场均竞负18.9分 此外在场均得分 篮板助攻命中率等十项数据上 排名CBA倒数第一 本赛季第一 本赛季第一 本赛季第一